他曾是公司最大的潜力股 但自从怀孕后 他就辞职成了全职妈妈 本以为生活会更加美好 却不想短短四年的时间里 优秀的丈夫竟让他三次怀孕 并生下四个孩子 从那以后 他生命中的每一刻都被糟心的家务填蒙 这天 勒奈特带四个孩子去参加闺蜜的葬礼 但一眼没看住 三个男孩就在泳池里开启了party 而面对他的怒吼 熊孩子们更是整齐地抱起双手 姨父你能拿我怎样的姿态 这可把勒奈特气坏了 转身就把小儿子交给旁人照管 然后亲自跳入水中 把三个导弹鬼揪了上来 然而他的糟糕生活还远不止此 超市里 他只是给丈夫打了个电话 转过身却发现两个儿子不见了踪影 正在他火急火燎地找孩子时 好巧不巧地竟碰到了曾经职场的对手 对方因为自己的离开 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 当被问到家庭主妇的生活怎么样时 勒奈特只能强颜欢笑 如今他的生活一团糟 三个孩子更像是上天派来折磨他的 而丈夫每天都忙于工作 即便出差到家 勒奈特还要伺候他的生理需求 但对方静音太着急 不想带安全措施 这不禁惹恼了勒奈特 当即就给了丈夫一拳 他可不想因此再多出一个孩子 汤姆在家的时间总是非常短暂 这天他又一个人 开车带着四个孩子出门 三个熊孩子 照常在后座闹得天翻地覆 他想让孩子们系好安全带 但声音都说哑了 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话 最后不出所调 他被警察叫停在路边 一边是闹腾的孩子 一边是准备开罚单的警察 这一刻他再也受不了了 怒气冲冲地走下车 他一边朝警察靠近 一边控诉着自己糟糕的生活 交警警觉地看着 一步步逼近自己的女人 甚至已经打算掏出身上的配枪 但当他看到 车上正在做鬼脸的三个男孩时 顿时明白 这只是一个被生活逼疯的女人 而他的邻居胡伯太太 在听说这件事后 忍不住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至于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熊孩子们很快就带来 一个验证的好机会 在反复要求孩子们安静 却再次被无视后 勒奈特发现 他们竟然是故意 在挑战他的极限 于是当即停车 把他们赶了下去 然后在孩子们疑惑的目光里 潇洒地开车离开 但他并没有走远 而是在不远处的拐角处 停了下来 接着数了六个数 就把车又开了回去 可令他抓狂的事 刚刚还站在路边的孩子 此刻却不见了踪影 他疯狂在四周寻找 直到从一间屋子里 走出一个胖女人 对方告诉他 孩子们在他家里 但是不会把他们交出来 因为对方亲眼看到 勒奈特遗弃了那些孩子 这一下他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任凭勒奈特如何解释 胖女人就是不放人 无奈他只能大喊 没想到孩子们 再看到妈妈被外人欺负后 毫不犹豫地冲上来 一个孩子咬上女人的腿 另一个则直接把女人推倒 之后一家五口快速开车离开 毕竟是自己亲生的 关键时刻 这些小家伙们 还是和自己一条心的 但这种感觉只维持了 很短的时间 没过多久 他就被老师叫到了学校 因为他的双胞胎儿子 把一个小女孩 吐成了蓝精灵 老师认为他的两个孩子 患有多动症 建议给他们吃药 但是勒奈特宁愿换老师 也不愿给孩子们吃药 可不幸的是 全校只有眼前这个老师 能管得住双胞胎 最后勒奈特提议 把双胞胎放在两个半级 但是并不容易 最后还是他亲自上阵 强行把两个孩子分开 晚上勒奈特再次 被孩子们吵得头疼 他想起了老师的建议 但他拿出要准备 喂给孩子们时 他们却和他玩起了游戏 看着两张稚嫩的小脸 勒奈特又不忍心了 如何能保证孩子们 既不用吃药 而自己也不会被逼疯呢 于是在强行 把孩子塞给邻居后 勒奈特独自一人 来到无人的足球场 疲倦像潮水一样 向他袭来 他已经三天三夜 没睡觉了 面对邻居们的安慰 勒奈特再也控制不住地 痛哭起来 他不明白 为什么别的妈妈可以做到的 自己做起来就这么费劲 而自杀的想法 更是让他自责不已 但其实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了让多动症的双胞胎 顺利通过学校的面试 勒奈特绞尽脑汁 天不亮就叫醒孩子们 开始训练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消耗他们的精力 终于在面试当天 平日里精力充沛的熊孩子 才安静了一会儿 然而 在孩子们顺利通过面试后 问题又来了 有另外一个孩子 也想要上那所公立学校 为了自己的孩子 能在竞争中胜出 他们需要赞助学校一大笔钱 可遗憾的是 他们的存款并没有那么多 难道双胞胎 只能在家里上学了吗 而勒奈特 是绝对接受不了 孩子们在家里学习的 但他又无可奈何 直到一个想法 在他脑海里成行 接下来他和丈夫商议 两人是时候 应该换一下角色了 因为怀孕之前 他们曾约定过轮流照看孩子 但汤姆一听到 要自己在家带四个娃 马上表现出一副 如临大敌的姿态 他的事情发生 他当即表示 无论如何 不能让孩子们在家上学 但从哪里弄到 那一大笔赞助费呢 就在这时 勒奈特看向书架上的 一搜翻船照片 那曾是汤姆的最爱 但如今 他不得不舍弃他 终于双胞胎顺利入学 勒奈特本以为 孩子们上了学 自己能轻松些 但却没想到 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 第一次参加班级的舞台剧 他就见识到了 家长们之间的勾心斗酒 勒奈特只是提出了 自己关于剧本的建议 就被指责没有发言权 因为他只是负责发票 只有那些挑大量的家长 才有权利对剧本提意见 这让勒奈特很无语 但很快 他就有了一个挑大量的机会 一位家长因为受伤 不能做演出服务 勒奈特当然不让 接过这项任务 为了不耽误孩子们演出 勒奈特必须加班加点地干活 而且还必须要做到完美 因为有人一直在盯着他 如果做得不够好 他的双胞胎儿子 可能会被撤掉表演的角色 虽然他们演的只是一棵橡树 一个妈妈看到勒奈特忙的焦头烂额 好心地分享给他一个 保持精力旺盛的秘诀 但勒奈特暂时还不想用 他觉得目前的状况 自己还能应付 可忙到半夜 还没有完成任务的勒奈特 开始担心 即便自己付出所有 也不一定得到想要的结果 于是 他想起了那位母亲的话 那本是他给孩子们 吃的治疗多动症的药 但此刻 对于没有多动症的人 却是一味兴奋剂 很快他就感到精力充沛起来 身体里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 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他才有了可以休息的时间 尽管此刻眼袋 已经肿得像灯泡 但他仍然没有当回事 此时的要劲还没有过 他还有精力 把演出服送到了学校 在他终于忙完所有事情后 丈夫终于出差回来了 看着一尘不染的家 他并没有问妻子是怎么做到的 而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他希望妻子在一天时间内 准备一个正式晚餐 好让他来招待客户 一天的时间确实太赶了 但听到丈夫脱口而出 别人家的太太就可以的时候 要强的勒奈特还是答应了 别人既然都能做到 他也必须能做到 况且 现在他还有自己的秘密武器 可糟糕的是 他的药已经吃完了 而这种药 又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来的 于是他再次找到了 那位帮助过他的妈妈 可惜对方的药 也没剩多少了 别无他法了吗 勒奈特很快就找到了 另一位宝妈 他家的孩子 同样有多动症 趁两家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时候 勒奈特借口进入别人家里 然后偷偷吃下了 本应给孩子吃的药 那一刻 他意识到 自己的这种行为 是多么疯狂 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的 拿走更多的药片 有了秘密武器的加持 当晚勒奈特成功地 准备好一顿晚宴 饭后 丈夫和客户 开始聊起生意上的事情 此时的他 似乎也回到了 当初叱咤职场的时候 不自觉地当场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没想到的是 客户非常认可他的方案 但这无疑抢了丈夫的风头 事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但勒奈特并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面对 曾经自己擅长的领域 那些想法 就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而如今的他 即回不到过去 又处理不好现在 而且近期他不断地 服用药物维持精力 身体机能 已经到了超负荷的状态 白天想睡睡不了 晚上根本不想睡 于是他找来专业人士帮忙 但每次他尝试安静下来 接受治疗的时候 总会有孩子们来打断他 可他实在太需要睡眠了 无奈之下 医生给了他一剂药效强劲的中草药 他选了一个孩子们上学的时间 服下催眠的药草开始入睡 但就在这时 门铃声又一次响起 打开门后 一帮孩子冲了进来 接下来的时间 他一边打瞌睡 一边应付孩子们 为了再次打起精神 他再次拿起了那瓶 本想放弃的药 而这次的副作用 似乎更大了 看着吵闹不停的孩子 他的头开始感到钻心地疼 那一刻 勒奈特似乎看到了死去的闺蜜 他接过对方递过来的枪 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忽然他猛地惊醒 当时就意识到 如果任由这样下去 他真的会了结自己的生命 但这不是他想要的 而丈夫在得知他的情况后 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带两天孩子 让妻子好好休息 一下就可以了 但他却没有想过 自己上班之后 妻子就会再次回到 自杀前的状态 为了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他们决定请一个保姆 可不是随便一个人 就能被勒奈特看中 不负责任的不行 不讲卫生的不行 偷懒得更不行 直到他遇到 那个队眼的人 挖墙角这种事 勒奈特当年在职场里 没少做 这次还像以往一样 他轻车熟路地 就挖到了满意的保姆 为了确保孩子们 能得到好的照顾 勒奈特听从朋友的建议 在家里偷偷安装了 微型摄像头 白天他和闺蜜们聚在一起 晚上责称一个人的时候 偷偷查看白天的录像 但很快 勒奈特就感到不对劲了 因为他发现 孩子们对保姆的喜爱程度 有点过头了 这多少让他有点受挫 为了加深自己 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他试着在保姆不在的时候 给他们讲故事 可孩子们并不捧场 反而对请假的保姆 念念不忘 这让勒奈特 有了轻微的危机感 保姆看四下无人 竟直接脱掉了睡衣 放进洗衣机 然后光着身子跑向卧室 但就在这时 突如其来的撞见 让两人都尴尬至极 汤姆回到房间后 并没有多说什么 却突然对妻子来了兴致 第二天 单纯的保姆就把昨晚的小插曲 告诉了女主人 而在得知丈夫 被保姆迷人的身材吸引后 这种危机感加深了 于是他干脆和丈夫 打开天窗说亮话 却不想丈夫并不承认 自己被保姆吸引 看着如此不磊落的丈夫 勒奈特干脆赌气地 停在半路不走了 汤姆认为自己 只是一时被迷了眼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但现在看来 如果自己不承认 妻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次被丈夫的甜言蜜语打 勒奈特暂时放过了对方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过去 没过多久 相似的场景 就在餐桌上再次上演 而且这次还是 当着勒奈特的面 汤姆死死地盯着对面的春光 直到苗道妻子的目光 才回过神来 好不容易找到的保姆 就这样被辞退了 勒奈特重新担起了 所有的家务 为了避免自己再次崩溃 他尝试通过瑜伽来放松自己 但每次等他忙完所有事情 但到瑜伽馆的时候 班级里的名额已经满了 尽管勒奈特努力争取 但固执的前台小姐 始终不愿通融 为了抢到上课的机会 这次勒奈特提前十分钟就到了 可惜的是仍然没赶上 就在他为此难过的时候 前台小姐注意到了 他身边的光头儿子 再加上小朋友 最近嗓子不太好 乍一看还以为得了什么大病 勒奈特刚要解释 妈妈整齐地在桌子上 摆满各种东西 让三个儿子挑一样 作为惩罚工具 这根柳条虽然有点枯萎 但是很管用 这把锅铲上面的洞洞 可以减少空气阻力 极快速又有效 三个孩子看母亲要来真的 急忙求饶 但偷东西就要被惩罚 这是每个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此时勒奈特意识到 威慑效果已经奏效 于是马上转变战术 挨打是可以避免 但是作为条件 他们必须向邻居奶奶写信道歉 还要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东西 孩子们听到不用受皮肉之苦 忙一个劲地点头同意 他也相信 孩子们以后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但邻居家的老太太 显然不这么想 最近家里一个紫色的闹钟不见了 他猜测 一定还是那三个小鬼头搞的鬼 于是直接闯进勒奈特的家里 在孩子们的房间到处翻找 勒奈特看对方如此猖狂 一边保证自己的儿子 一定没偷东西 一边毫不客气地 对老太太下了逐客令 老太太也很生气 对勒奈特生了那么多孩子 却不管叫表达强烈的不满 自此两个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第二天老太太正要出门 却发现一辆儿童自行车随意地丢在路边 他好心提醒勒奈特把车子搬走 但当汤姆要去搬开自行车的时候 却被勒奈特阻止 没想到老太太也是个狠人 二话不说猛地掉头 然后毫不犹豫地朝着自行车撵了过去 一遍不过瘾 就倒车再迷一遍 勒奈特看儿子的自行车被无情碾压 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 只见他扔掉手上的购物袋 从盒子中拿出一枚鸡蛋 愤怒地朝老太太的车子砸去 老太太停下车就要找勒奈特理论 但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另有激怠 汤姆看着眼前这一幕闹剧 只能无奈地闭上眼睛 这下勒奈特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可后果却是不得不联系保险公司 商量赔偿事宜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令勒奈特感到极为难堪的是 汤姆在孩子们的玩具屋里 发现了大量的宝藏 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起来自各个邻居家 包括隔壁老太太的紫色闹钟 也安静地躺在那里 此刻勒奈特真想马上搬家逃离这里 他仅存的脸面 要被几个孩子的偷窃行为 彻底败光了 在汤姆的开导下 他决定带着孩子们 挨家挨户地道歉 虽然很尴尬 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 第二天勒奈特带着孩子们 敲开了邻居家的门 在说明来意后 老太太让孩子们进了屋 至于勒奈特本人 仍然倔强地 维持着最后一点面子 孩子们进屋后 整齐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老太太并没有为难他们 还让他们吃自己做的花生糖 临走的时候 老太太告诉孩子们 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必须改正 但母亲永远是最爱他们的人 可惜的是 这些暖心的话 勒奈特并没有听到 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对方 这边和邻居的战斗刚刚结束 勒奈特马上就要面临另一场更艰巨的斗争 双胞胎所在的学校里 爆发了头诗 校长正在紧张地到处发传单 然而就在这时 勒奈特却发现 双胞胎正不停地抓耳挠腮 他连忙跑过去 小声地制止他们的行为 可惜的是 已经有几个家长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到家后 夫妻两人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忙碌 他们用专门的梳子把狮子抓下来 再放进一旁的水杯里 但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双胞胎的同学托付出了麻疹 不能举办生日会了 勒奈特一听就明白对方在说谎 因为托付的妈妈 曾看到过儿子们挠头发 他一定是认为 双胞胎是投尸传播的源头 才故意把他两个孩子拒之门外 勒奈特很自责 由于自己的疏忽 导致孩子成了投尸的传染源 但孝一却告诉他 真正的源头另有其人 而真正的源头 竟是那个要举拜生日宴会的孩子 很显然那个孩子的家长 曾亲眼看到双胞胎挠头发 所以故意把脏水泼给 本身就不太爱干净的孩子 勒奈特从来就不是一个 可以忍气吞声的人 虽然双胞胎已经被宴会出名 但当天他还是带着孩子们 去了生日会现场 对方对双胞胎的到来很惊讶 一些家长甚至呵斥自己的孩子 不要和对方玩 勒奈特并不生气 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对方听到这些话显然慌了 他不想儿子的生日宴会被搞砸 于是只好答应把实情公之于众 在这场为孩子的斗争中 勒奈特再次获得了胜利 如今他生活的全部都被孩子们 填得满满当当 像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一样 旅游休闲娱乐这些事情 都在离他们越来越远 为了证明自己还没有彻底 与外界脱节 勒奈特决定去参加 一场老同事的聚餐 但他妆都化好了 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人 帮自己带孩子 如果自己放同事鸽子 那他就彻底和外界说拜拜了 没有其他办法 勒奈特只能带着四个孩子 和大包小包找到了闺蜜不明 在他的一再恳求下 对方才勉强答应 但每个母亲带孩子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而布里是一个严苛的人 他深知勒奈特的几个孩子 有多顽皮 所以提前提醒他们要乖一点 否则就要被打屁股 可几个孩子却不以为然 殊不知眼前的阿姨 并不是他们的妈妈 接下来的时间 布里一边忍受孩子们 在纸上乱涂乱话 一边提醒其中一个孩子 不要动发烫的饼干 但就在他转过头照 看最小的孩子时 饼干还是被弄洒了一地 布里很生气 当即就对犯错的孩子 进行了惩罚 这本是一件不知一提的小事 但当听到布里说 自己惩罚了其中一个孩子时 勒奈特却无法接受 他没想到布里会真的打自己的孩子 以往不管任何时候 他都没有对孩子们动过手 甚至在得知孩子们偷灵居家的东西 他都是象征性地吓唬一下 这个方法或许在孩子们小时候是管用的 但随着孩子们的长大 他们已经摸清了妈妈的套路 勒奈特看着几张挑衅的面孔 听着自己毫无震慑力的话语 突然决定稍微改变一下策略 孩子们听到要把自己送去布里阿姨家里 一个个瞬间就变成了乖孩子 因为他们的小脑瓜很清楚布里阿姨是说到做到的 而勒奈特和布里并没有多大的矛盾 两人很快就和好了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勒奈特和邻居们相处的都很融洽 除了对门的卢斯基太太 对方总会做出一些惹毛她的事情 她对老太太的不喜欢已经达到了讨厌的程度 甚至有时候会希望对方突然倒地身亡 最好再搬来一家可爱的瑞士家庭 如果他们还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就更好了 这样两家还能结为亲家 但梦境毕竟不是真的 并且很容易破碎 就在勒奈特转过头准备和老太太理论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倒在了地上 这下他的梦想似乎要成真了 看着幻想中正看着自己的一家四口 勒奈特犹豫了五秒钟 然后拿出了电话 很快救护车就来了 在老太太的恳求下 勒奈特陪着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天 卢卡斯太太不仅送来了一盏台灯表示自己的感谢 还尝试拥抱了勒奈特 接着还没等主人同意就唠叨着进了屋子 完全把对方当成了好朋友 但勒奈特看着自来熟的老太太 有点后悔昨天的所作所为了 第二天勒奈特刚要出门 卢卡斯太太又来了 这次他带来了水果药和勒奈特一起做美食 但勒奈特真的没空 只能婉言拒绝 没想到老太太认为勒奈特不喜欢自己 心灵受到了伤害 其实勒奈特确实不喜欢她 对她的帮助也只是出于自己的善良 她实在不想和对方有过多的接触 但这天她不得不为对方签收一个快递 勒奈特把快递放在老太太家门口 按响门铃后就非一般地跑开了 生怕和对方有照面的机会 但一直到了晚上 她发现那个快递仍然安静地躺在门口 这可不像老太太的风格 在纠结了很长时间后 勒奈特还是决定去查看一下 她发现卢卡斯太太正孤独地坐在椅子上 原来对方因为手疼打不开药品无法吃药 又倔强地不愿求助别人 最后干脆听天由命 要不是勒奈特不放心过来看她 老太太可能会一直这样坐下去 人性本善 很多时候一点点的善意 就能深深感动孤独的灵魂 如果能多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怎么也想不到 丈夫的办公室里竟藏着她的前女友 八年前 这个女人和丈夫如交似妻 但她却偏偏插了一脚 最终自己步入婚姻殿堂成为家庭主妇 而那个女人则心碎离开 现如今不仅看到安娜再次回归 同时得知丈夫竟瞒了自己足足三个月时间 此刻勒奈特的危机感达到了预警状态 当天晚上她就警告丈夫调走那个女人 但汤姆认为两人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并不打算接妻子的茶 于是第二天她干脆找到安娜本人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浓浓的火药味连同事都能感受到 为了在这场争夺男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勒奈特又找到街上有名的交际花求取真金 当晚安娜不仅欣赏到了孩子们话的全家福 更感受到他们一家人浓浓的爱 整个晚餐似乎都在诉说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无论是谁破坏了这么幸福的家庭 都是罪大恶极的 但如此刻意的安排 当事人又岂会看不出来 汤姆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 她没想到妻子竟如此不信任自己 可遇到这种情况 哪个女人又能大方的装作没事人一样呢 况且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害平了 汤姆当即表示等她下班就会补偿对方 晚上丈夫一到家 勒奈特就从身后抱住了她 但就在两人迫不及待地吻在一起时 汤姆却在妻子身上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 那是长期待孩子的母亲身上都会有的味道 为了不影响丈夫的情绪 勒奈特脱掉了外层的毛衣 可那种味道似乎已经沁入皮肤里面 汤姆仍能闻得到 就在两人试图忘记不愉快的味道进入正轨时 却被孩子的啼哭再次打断 两人的交流也只能到此结束 勒奈特感到越来越焦虑了 每次看到光鲜亮丽的安娜走进自己家 然后和丈夫一起开启新一天的美好生活 再看看素面朝天的自己 浑身散发着对方不喜欢的味道 想当初他们刚恋爱的时候 即便自己穿着汉衫 汤姆一样对自己有兴趣 时间似乎带走了太多的东西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婚姻遇到了问题 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是勒奈特一直秉承的处事原则 他看着橱窗里的性感小裙子 心里马上有了一个想法 当晚他早早让孩子们去睡觉 然后精心打扮一番后静待丈夫的归来 但他等得花都谢了对方也没回来 直到半夜时分 汤姆才一身疲惫地带着同事到家 可此时的勒奈特已经困到趴在沙发上睡着了 为了确保丈夫和安娜没有机会做乐剧的事情 勒奈特隔三差五地就会找借口去公司查岗 而那些同事们也早就见怪不怪 这天老板要安排安娜出差 但他表示必须有人和自己组队才行 老板就让他随便选一个人 勒奈特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为了永绝后患 他找到以前的上司 请求对方聘请汤姆去他们公司工作 但对方显然对沙发果断的勒奈特更感兴趣 勒奈特转念一想 既然对方想要和自己相思的女 那么他也可以换一种思路 于是第二天汤姆就从安娜口中得知了他升职的消息 他快被气疯了 当即找到上司要辞职 自从公司的二把手生病住院 是他每天任劳任怨的单起公司的大小事件 可到最后升职的却是一个刚来公司三个月的心愿 他实在无法接受 进而把这一切的过错都归为上司的有眼无珠 可对方听到这显然不乐意了 他可不想无缘无故地背黑锅 汤姆怎么也想不到背后捅了自己一刀的人竟是妻子 不过勒奈特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 当初得知汤姆要去海外公司做总裁的时候 他意识到随着丈夫的离开 自己可能要单独承担更多的东西 所以他向总裁夫人暗示不希望汤姆被升职 之后他本想让另一家公司挖走安娜 没想到却间接成就了对方 而且还导致丈夫丢了工作 这真是偷鸡不成18米 老板只有五分钟的面试时间 可两分钟已过 这个求职者才说了两个字 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前台的桌子上 看着上面无人搭理娃娃大哭的孩子 他再也坐不住了 现在只需要花两分钟时间给宝宝换个尿片 就可以继续面试 但老板着急赶飞机 一分钟都不想担搬 没办法 那就只能双管齐下了 接下来 女人把包扔给女经理 然后一边熟练地给孩子换尿片 一边调理清晰地讲述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说 这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七年代四娃的生活并没有俯视他聪慧敏捷的头脑 所提的两条建议正宗公司的癥结 对此老板非常满意 OK You're in 仅仅用了两分钟 宝妈就成功拿下这份工作 第一天上班前 勒奈特看着堆积如山的厨房有些发愁 可真正该负责这些事情的丈夫却处置太然 因为他自有妙计 这样不仅能让厨房正常使用 而且还可以有更多空闲时间做其他事情 实在是个人才 怎么其他的家庭主妇没想过用这个办法呢 对此勒奈特虽然不满 但却不方便说太多 要知道现在是他负责赚钱养家 而丈夫负责打理家中的大小杂事 所以即便是昨晚的叉子已经粘在盘子上 又或是桌子上出现了不明生物 他也只能强忍 第一天上班 工作量远比想象中的大 一直到很晚的时候 勒奈特才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 尽管已经累到躺下就能睡着 可看着凌乱的厨房 终究是没忍住 直到一个小时后 他才打扫完毕准备上床睡觉 可刚躺下一会儿 就感觉床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他忙起身打开被子查看 原来是女儿在床单上吐了点奶 由于吐的并不多 所以汤姆就懒得换了 直接拿了一块干净的毛巾盖在上面 可勒奈特实在无法在这样的床上睡觉 起身就要去拿干净的床单 汤姆觉得这是妻子的掌控权在作祟 现在这件事已经与呕吐无关了 为了坚守自己的原则 无论怎样 他今天晚上都不会换床单 看着泛滥还强词夺理的丈夫 勒奈特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既然对方耍无赖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可女人的力气毕竟没有那么大 最后 勒奈特只能生气地拿了枕头冲向楼 谁知沙发上也堆着孩子们的玩具 再把碍事的东西扔到一边后 他打开了电视 照理说 这应该是个无眠之夜 但看着屏幕中的一窝老鼠 一个想法油然而生 一二天 趁着家中无人 勒奈特偷偷带回家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那就接下来就只用等待了 晚上刚下班到家 儿子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 爸爸在家里发现了一只老鼠 等他进屋后 果然发现家里焕然一新 而汤姆正提着水桶从楼上下来 看来他是来了的大扫厨 自己的家中竟然出现了老鼠 他终于认识到 积累两天家务一起做的办法似乎不太前 这下他们家的卫生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只是可怜了那只小老鼠 被汤姆发现后一产子就给拍死了 不过为了他们的婚姻幸福 勒奈特觉得他也算死得其所 很快就到了三儿子第一天上小学的日子 他为帕克买了很多文具和一个酷酷的书包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但可惜的是 开学当天他因为工作无法陪着儿子一起去 对此帕克感到很失望 这可是他和妈妈很早之前就计划好的 看儿子绝着小祖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勒奈特打算再争取一下 可他的女上司是个单身工作狂 所以并不能理解作为母亲的两难之处 因此要想因为送孩子上学而请假 除非从这个公司辞职 但即便如此 勒奈特也没有放弃 看着前台小伙子手中的可视电话 心中立马有了一个想法 只要明天让丈夫也带上这样一个手机 那么他即便在办公室 也能随时看到儿子在学校的情况 第二天 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 可刚聊几分钟 上司就催着开会 没办法他只能先在屏幕中消失一下 但又不能让儿子等太久 于是找借口说忘带文件了 忙跑回了办公室 谁知刚坐下就有人来催 这次他还想随便找个借口离开 可女上司发话了 不管是谁 必须等开完会才能走 勒奈特在椅子上如座针毡 看着上司放在桌上的咖啡杯 他又起了一个小心思 接下来 他假装非常赞赏领导的观点 激动到连续两次猛拍桌子 成功让咖啡杯滑到桌子边缘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于是勒奈特不动声色地翘起二郎腿 然后慢慢往上抬起桌子 直到咖啡杯滑了下去 趁着众人一片忙乱的时候 他赶紧跑回办公室 为了讨好精神紧张的女上司 女人尝试过很多办法 但不管是香薰蜡烛 还是缓解压力的水平里 似乎都没什么效果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想到还有一种方式 是从未尝试过的 妮奈已经很久没有泡过嘴巴了 也记不清自己上一次 交男朋友是什么时候 因此当再次遇到对眼的男人时 竟害羞地不敢上前搭讪 可这怎么能行 要知道勒奈特此行的目的 就是让这个女魔头放飞自我 所以即便自己要充当起对方的聊机 也必须当人不让 第二天一大早 妮奈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不仅亲切地和每个同事打招呼 还破天荒地夸了奈特的衬衫 颜色好看 看来昨晚的计划非常成功 那个刻薄的女魔头终于恢复正常了 但是否意味着以后在公司能轻松一些 就要另当别论了 快要下班了 她一边和丈夫商量晚餐的安排 一边就要打卡离开公司 可却被上司拦下了 原因是妮娜还想去酒吧小酌一杯 但是缺少一个同伴 至于为什么不叫公司其他的同事呢 合格的聊机应该是衬托主角的绿叶 而不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从这点来看 已婚又有四个娃的勒奈特非常符合要求 只是一次两次凌晨到家还可以 可勒奈特已经一个月没有给孩子们到晚了 每次去酒吧 都是妮娜去潇洒 而她只是无聊地坐在角落帮对方看包 有时候也会有男人上前搭讪 但对方一开口 她就会亮出自己的婚戒 如果那人不死心 那就直接干脆地赶走她 勒奈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 是时候打想解放自我的战役了 而要取得胜利 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 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力压群方 惊艳登场 下一步火力全开 尽情摇摆 最好再展示一下酒量 直到把所有男士都吸引过来 最后再来一支性感热武 彻底点燃现场的气氛 不得不说 勒奈特为自己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这下对手再也不敢在这个战场上 与她较量了 但同时也意味着难搞的妮娜又回来了 在今天的晨会上 她交给勒奈特一个大品牌的客户 并对她的着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比如尽量不要穿那件绿色的西装 因为她的布料看起来就像擦掉了色的抹布 而且灰色和蓝色的那两套最好也别选 毕竟穿着带有奶渍的衣服 给客户讲方案确实不太合适 更何况那套蓝色的西裤后面还开线了 对此 勒奈特无话可说 但不争馒头争口气 当天下班她就为自己选购了好几套新衣服 尤其是这套白色的看起来相当OK 只是这价格 足够他们为双胞胎儿子做一次牙齿矫正了 所以即便已经六年没有买过新套装 丈夫还是认为应该全部退掉 次日 她只能再次穿上那件灰色的旧西装去上班 但一进公司 就看到一群穿着高定制服的同事和客户相谈甚欢 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破烂 确实有些丢人 于是脑子一热 返回停车场 从后备箱中拿出那件还没来得及退掉的白色套装 趁人不注意来到卫生间换上 慌乱中还不忘把上衣的吊牌藏起来 之后就穿着那件衣服闪亮登场 果然 人靠衣装马靠安 连上司都忍不住发出称赞 可正当他要开始展示广告方案的时候 却被妮娜叫停了 原因是他忘记拿掉裙子上的吊牌了 对于这个小失误 贴心的上司很愿意帮他处理掉 只是对于勒奈特来说 不知是该难过还是高兴 下午刚下班到家门口 汤姆就看到妻子穿着那件 本该被退掉的衣服 他以为作为四个孩子的父母 不应该再迷恋那些奢侈品 再怎么好看也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可对勒奈特来说 穿着一件领子上沾有奶子的外套 对着阿玛尼这样的品牌方奖方案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不过他早已料到丈夫是这个态度 所以 为了让这次的高消费更容易被接受 他决定拉着对方一起下水 而对于一位酷爱高尔夫的球迷来说 再没有比一套碳纤维球杆更好的礼物了 汤姆刚开始还是不能接受 直到实实在在地把球杆拿在手中 他才体会到那不可言喻的美妙感觉 女人深夜回办公室拿文件 却发现公司前台光着膀子一闪而过 她好奇地跟了上去 竟发现小伙正和女上司打得火热 这本是个劲爆的八卦 可还没等她有所反应 就被对方发现了 第二天早上 妮娜主动提出想要谈一谈 公司明文禁止员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 如果被老板得知 她的饭碗怕就保不住了 而聪明的女人自然知道 该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其实勒奈特也没打算告状 只是既然对方这么问我 如果不提点要求 似乎也不太合适 本以为有了这个把柄 女魔头会比以前好相处一些 但她没想到的是 对方很快就有了对策 妮娜说是因为她的员工评估表不合格 而且老板也同意这么做 勒奈特很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可当事人已经被辞退 就是想为对方鸣不平也没什么用 何况她现在也没心思考虑别人 因为妮娜说 接下来公司可能会大幅度裁员 而她负责所有员工的评估事宜 勒奈特很清楚对方想表达的意思 但她也不是胆小怕事的人 坐以待毙是不可能的 只有先发制援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能有些胜算 于是联系到了那个叫司徒的小伙子 对方单纯地以为自己被辞退是因为太懒散 当得知这一切竟是妮娜的私心后 感觉心里有些受伤 勒奈特鼓励她去和老板谈谈 夺回自己的范围 司徒本就是的愣头青 在确认妮娜会被从轻发落后 当即表示要去争取一下 勒奈特得意地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但年轻人的心思岂是那么好猜的 第二天刚到公司 她就察觉到整个气氛不太对 新来的前台提醒她老板很生气 正一个个地把一些员工叫进去 好像是打算开除他们 就在这时轮到她本人了 勒奈特有些忐忑不安 生怕下一个被炒掉的就是自己 可万万想不到的是 至于原先在副总位置的妮娜 已经被辞退了 因为老同事司徒请了一个律师 打算以性骚扰的罪名 把他们告上法庭 因为她的手中有和妮娜在一起的视频 为了保住公司 老板只能答应赔偿几百万两时 但是这样一来 公司的资金周转就会有些困难 所以不得不削减人力成本 勒奈特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句话竟为公司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只是福获相依 现在她成了老板最器重的人 而对于妮娜来说 曾经她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由于自己的老板是个自私又无能的阿龙 所以这些年为了撑起公司的一切 她放弃了假期爱情等等很多重要的东西 这份工作已经彻底把她榨干了 没过多久 勒奈特就意识到噩梦成真儿 自从辞掉一半的员工后 她和老板两人就很少离开公司 几个孩子已经快要忘记妈妈长什么样了 而埃德也一样 她已经好几周没有见到女儿醒着的样子 对于这个问题 勒奈特刚有了一个解决办法 只要他们公司能集齐16个孩子 就能享受到一项日托福利 目前为止 加上她的四个孩子 还有老板的一个女儿 以及其他员工的孩子们 16个刚刚好 但埃德觉得还少一个 因为她的妻子是绝对不会同意让女儿参加的 勒奈特不想轻易放弃 于是打算找老板娘谈谈 富兰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她非常珍惜同孩子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并立志成为一个满分妈妈 所以想要她把孩子送到日托 只为自己能享受片刻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母亲明明不想带孩子 却还要生那么多 勒奈特不甘心 在又一次加班到深夜时 她忍不住再次劝说老板要强硬一些 孩子的成长也需要爸爸的陪伴 研究显示 女孩在小时候如果缺少父爱 长大后有很大几率会误入契徒 勒奈特的这些话虽然有些威严耸听 好在埃德听了进去 第二天她就把女儿抱到了办公室 只是这个二货是趁着妻子洗澡时 抱起宝宝就跑来了 因为她害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以后就没有胆量再这么做了 就在这时 前台接到电话 妻子正朝公司杀过来 这下可糟糕了 下一秒 富兰就怒气冲冲地来到两人面前 现在她只想立马让女儿回到自己身边 但埃德今天是铁了心要和妻子唱反调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眼看日脱梦就要泡汤 勒奈特抱着孩子走进办公室 关上门并且上了锁 富兰着急了 想要直接报警 但被丈夫阻止了 接下来勒奈特让两人都冷静下来 不管是为了孩子 还是为了他们的婚姻 好好沟通才能解决问题 而不是偷偷把孩子抱走 让对方着急 更不是每天都对孩子高度紧张 放松下来一样能成为满分妈妈 不得不说 带过四个孩子的宝妈说的话 就是有说服力 两人都向对方承认了错误 并打算出去喝杯咖啡 好好沟通一下 男人说自己18岁才有初吻 此话一出 竟惹得曾经的啦啦队长爱心泛滥 非要弥补一下 他当年受伤的小心脏 这本是party上活跃气氛的小玩笑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很开心 只有男人的妻子一脸不悦 勒奈特觉得朋友 当着他的面这样做非常不妥 忍不住在party结束后提了出来 家不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那个行为原本只是一个 纯粹的娱乐节目 可现在却搞得像是 他在故意勾引别人的丈夫 闺蜜们察觉到 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 纷纷开口打圆场 爱玩的伊迪说那个文只是玩笑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一向传统的不理觉得 有人不喜欢丈夫 被别的女人亲吻也能理解 本就不是个大事 所有人都以为很快就会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 两个好朋友在大街上相遇 本想打个招呼就走 但勒奈特却从闺蜜口中得知 家不竟然出过轨 而且对象还是自家的原地 一个不守复道的女人 竟然光正亲了自己的丈夫 看来她需要加强警惕了 两人越聊越嗨 丝毫不顾被堵在后面的人 而对家不来说 那场荒唐且愚蠢的出轨已经过去了 却不知早已成为别人的八卦素材 这天跑步的时候 他看到汤姆一个人抱着孩子 还要把车上的一堆东西拿回家 着实有些手忙脚乱 于是便好心地上前询问 对方也不客气 直接把女儿让他抱着 然后自己去收拾那些东西 可不巧的是 宝宝竟然吐了家不一声 汤姆本想上前帮忙 可就在这时 妻子突然打来电话 今天下班的早 勒奈特给丈夫打电话 询问是否需要烧些什么 可突然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二话不说就火速往里 生怕家里的丈夫经不住诱惑 家不听出勒奈特的语气不太正常 朋友似乎很介意自己出现在这里 他很快意识到 对方仍然在纠结那个无心之吻 也罢 索性看开了说 家不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这就有点侮辱人了 虽然他是犯过错 但谁还没个头脑发热的时候 到家后本想向丈夫寻求安慰 却没想到对方也是冷嘲热讽 难道这个坎就过不去了吗 绝对不行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奇葩的办法 既然自己犯过错 那么只要丈夫也做了相同的事情 他们就能扯平了 真是个奇女子 大概也只有他这样的人 才能想出这种办法 而另一边的勒奈特也意识到 他似乎有些反应过多了 可对方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 毕竟他的丈夫那么有魅力 女人都有保护自己东西的本能 自己会有那样的反应合情合理 听妻子这么说 汤姆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确是个魅力四射的男人 怪不得那些女邻居们经常偷瞄他 也许家不的确是在垂涎他的美色 听到丈夫的一番胡言乱语 勒奈特瞬间豁然开朗 第二天 他就去找家不道歉 卡洛斯也很高兴妻子和朋友和好如初 忍不住多嘴一句 听家不这么说 勒奈特没有再多说什么 本来已经离开了 可最后还是没忍住又返回来 他必须证明虽然自己反应过度 但对方也不是没有一点错 于是他抱住一旁的卡洛斯就吻了起来 刚开始家不觉得没什么 但随着两人越来越投入 他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 至于卡洛斯 只是一个无辜躺枪的受害者罢了 考虑到妻子之前说的话 再加上那个深情且绵长的吻 他打算把勒奈特作为出轨对象 但可惜的是 对方只是把他当作道具用了下 除此之外一点别的意思都没有 他接到紧急电话 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却得知只是孩子们得了水动 由于丈夫以前从没得过这种病 所以有被传染的风险 关键是他的身体素质比较特殊 一旦被感染将会更加麻烦 没办法 勒奈特只能请假在家照看孩子 这下汤姆算是彻底清闲了 没事做就在门外练练高尔夫 同时还能享受到妻子亲手奉上的早餐 现在他是宁愿不洗澡都不愿进屋 简直把水痘当作了红水猛兽 因为他刚了解到 一旦成年男子得了这种病 有很大的可能性会不孕不孕 但考虑到他们已经有四的孩子了 貌似能不能生育也没多大关系 听汤姆这么说 勒奈特瞬间不乐意了 如果有一天另一半不在了 剩下的那个人该怎么办这个问题 他从来没想过 但丈夫竟然已经决定一旦自己死了 他就重新娶妻生子 听着就让人寒心 而冷血无情的人是不配吃三明治的 在那之后 勒奈特越想越生气 他觉得万一有一个人提前挂了 另一个的生活也应该就此结束 毕竟他们曾是彼此的一切 以往都是他在吃避孕药 那么现在为了让自己放心 轮到丈夫做牺牲了 汤姆没想到妻子的对策竟然是这个 但为了安抚对方的情绪 他只能答应去做预约 第二天 汤姆从医院回来 但他并没有做手术 因为穿上手术服的那一刻 他就怂了 总感觉像是要被阉割了一样 本来靠妻子养家 已经让他感觉自己很没用了 现在还要除掉他作为正常男人的象征 他做不到 家庭主妇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 妻子的情绪需要他做牺牲来安抚 可谁来安抚他的情绪呢 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重新燃起了他对职场的向往 这天晚上 勒奈特为公司的一项投标方案头疼 汤姆自告奋勇想要帮忙 一连好几个点子脱口而出 巧的是 勒奈特从他的话中得到启发 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第二天 那个方案在竞标中大获全胜 当汤姆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平静如水的内心又燃起昂扬的斗志 晚上妻子一到家 他就向对方毛遂自荐 至于孩子们 如果他们有了双份工资 就能请一个高级保姆了 但勒奈特可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每天生活在一起 工作还要在一起 但是想到这点就够他头疼的 可汤姆并没有放弃 他觉得妻子就是不承认他的名利 所以干脆换了一个名字 直接向公司投简历 面试当天 勒奈特发现了丈夫的小阴谋 他想要阻止 奈何老板对此人很满意 并坚持要聘用对方 重返职场后 汤姆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展拳脚 反而是苦心想出的方案一再被否定 他想让妻子在老板面前说些好话 帮他通过那些方案 但勒奈特觉得 他应该靠自己赢得老板的赏识 路是自己选的 不管怎样都应该自己走 而在那之后 汤姆也确实这么做 只是不是靠能力 而是靠一些划众取宠的方法 让老板开心 比如像狗子一样 接住老板投来的花生 他接的还是很准的 老板玩的也是不亦乐乎 再比如和老板打赌 自己敢当众吃下 在马桶水里抛过的甜甜圈 只为通过一个珠宝店的项目 勒奈特觉得玩得有些过分了 他劝账促终止这些无聊的游戏 但汤姆根本不在乎 妻子不是说让他自己想办法取悦老板吗 他照做了 而且确实起到了效果 所以这个甜甜圈他非吃不可 这可是他的辉煌时刻 谁也别想阻止 但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这件事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在他已成为广告借近人皆知的马桶男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不想停下 否则老板会觉得他太懦弱 所以不管妻子怎么说 他都要继续做老板的小跟班 生意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可对勒奈特来说 每天都会看到丈夫被大家娱乐 心里实在不好受 于是他直接找到老板 提出应该让办公室的环境严肃起来 但对方不吃他那一套 可勒奈特绝不是省楼的的灯 老板不是喜欢玩吗 那就用激将法逼老板和他赌一场 一个属下竟然敢和老板叫板 埃德发誓一定要让勒奈特尝到教训 于是升级了玩法 要在两分钟内吃完整盘五花肉刺身 而且不能蘸将不能铺 万事开头难 但是把肉塞进嘴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更别说还要嚼碎了咽下去 可这个女人也是下定了觉醒 第一片终于被咽了下去 其他同事都为她的勇气鼓掌 有了上一片的铺垫 第二片就相对稍微容易接受了点 此刻这些肥瘦相见的五花肉 在女人眼中已经不仅仅是食物 而是一把冲锋枪 每吃下一片 在毅力和决心的加持下 她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只剩最后一块了 在确认过对方的嘴里没剩下一点残渣后 老板不得不认输 按照之前两人的约定 办公室将不再进行那些恶劣的小游戏 而勒奈特之所以这么贫 并不是真的想要扼杀公司的胡正之锋 而是为了她那不省心的丈夫 女人在办公室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一个女职员居然在给五岁大的孩子哺乳 老板被她奇怪地举动吸引 也不自觉地加入窥探的行列 自那以后 其他员工在看那个女职员时 眼光中总有那么一丝的尴尬 这要是万一被哪个客户看到 公司的生意也就不用做了 大家意识到必须对这种行为加以阻止 可几位男士你看我 我看他 而他却看着别处 谁也不敢当那个猪头鸟 最终这项任务落到了在场唯一的女人身上 维洛妮卡原本是被勒奈特从别的公司挖来的 当初她就是看中这个公司有日拓 而且面试官又承诺不介意她在公司喂孩子 所以才答应跳槽 可谁会想到那个孩子已经五岁了 维洛妮卡坚持认为母乳中有丰富的营养 能让孩子变得更聪明 因此 除非儿子主动提出不愿意吃母乳 否则她会一直坚持下去 如果谁对此有意见 可以直接找她的律师谈 眼看对方软硬不吃 这可愁坏了勒奈特 就在这时小男孩过来找妈妈 看他手里拿着一盒东西 忍不住好奇地问是什么 突然勒奈特有了一个想法 于是他把男孩带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然后把手中剩下的巧克力牛奶给他喝 香香甜甜的味道简直太好喝了 男孩从来没有尝过 果不其然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勒奈特看到维洛妮卡一个人在办公室哭泣 原因是儿子不想再吃母乳了 而是想喝巧克力牛奶 可这并不是最糟糕的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事 肥胖是女人一生的敌人 可对勒奈特来说 他要担心的问题比这个严重多 这实在是个让人感到羞耻的问题 熟悉帕克的人都知道 一旦他对某件事产生兴趣 就会不停地问个没完没了 所以现在作为母亲 勒奈特必须和儿子聊一聊哪些事能做 哪些事不能做 但要与一个七岁的小朋友沟通两性关系 以及小孩是从哪里来的 着实让人感到为难 都说童言无忌 帕克问的第一个问题 他就无法回答 本想把难题丢给出差的丈夫 但男孩可等不了那么久 当即就决定去问问其他的大孩子 没办法 勒奈特只能用另外一种形式给儿子解释 比如一颗种子被种下 九个月后 小孩就出生了 帕克虽小 但他听得出来妈妈在胡说 所以他还是打算从其他人那里再打听打听 很荣幸 他们的邻居成为帕克的下一个咨询员选 看着老太太手中的冰激凌 勒奈特立马紧张起来 幸好老太太还不糊涂 冰激凌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凯伦觉得趁孩子还小 应该把两性关系说得可怕一些 并让他们认为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这样的话 孩子们就不会在别人面前谈及此事了 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有用 但勒奈特不想让帕克感到羞耻 强烈的好奇心 本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 没必要扼杀孩子的天性 所以还是想和儿子好好谈谈 可对方像是有十万个为什么一样 简直要把他逼疯了 说完这句话 勒奈特在儿子的脸上看到了一种 从未见过的表情 此刻 他突然想到以往的时候 每当帕克开始对一个事物感兴趣 脸上呈现的都是藏不住的开心 可现在却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和不解 就在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根本没必要让儿子感到羞耻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只需找到另外一个 令他着迷的东西就可以了 人稍不留神 竟把一条本音给丈夫看的私密情话 挫发给了自己的老板 他尴尬极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没想到的是 老板不仅没生气 还夸他们夫妻感情真好 勒奈特知道他最近和妻子闹矛盾 考虑到自己因此额外嫁的那些段 看来有必要帮老板修复一下夫妻关系 而他给出的意见 就是在夫妻无法见面的情况下 和对方隔空聊一些私密的话题 悲催的是 虽然艾德是个做广告的 但和妻子聊了半天 只蹦出了一句话 还真是个废物 勒奈特恨铁不成钢 忍不住亲自上手 果然 女人在这方面就是有天赋 没聊两句就勾起了对方的兴趣 关键时刻 艾德却有会议要开 可聊天也不能停啊 于是他干脆把这项任务交给最擅长的人 欧说能者多劳 为了自己能少加点半 勒奈特没有过多推辞 不就是装男人哄女人高兴吗 小菜一叠罢了 没过多久 对方就成功被拿下 但他绝想不到 这件事会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天 勒奈特发现老板一大早就无精打采 本以为是和妻子彻夜长谈的结果 可实际上 一切都弄巧成桌了 妻子发现了丈夫找人聊天的事情 不仅把自己关在浴室部出来 还要打电话找离婚律师 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艾德在外面苦苦哀求了两个小时 最终两人达成和解 但是有一个条件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老板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 竟然要开除一个无辜的人 勒奈特绝不能眼睁睁 看着丈夫背这个锅 而此时的汤姆 对一切还毫无所知 直到晚餐的时候 妻子为他成了一整盘的全职干浪 他才意识到有事情发生 对于自己什么都没做 就成为背锅侠 还要被老板开除这件事 估计哥谁都会无法接受吧 好在他与公司签的有合同 如果没有正当理由 老板是不能随便开除员工的 那么接下来 他就要努力成为一个好员工 不能让别人抓住一丝把柄 不过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产品的演示会上 汤姆刚说了三个字 就被老板否定了整个方案 同时为了尽快查到某人的错处 埃德还请了一个法务会计 要挨个清查每个员工的报销账目 而汤姆荣幸地成为第一个被查的人 勒奈特没想到老板居然做得这么绝 幸好他们夫妻没有任何账目问题 可此时的汤姆却不想再坚持了 他觉得既然老板想方设法要开除自己 再怎么挣扎也只是早晚的事 还不如主动请辞 这样自己也能快点开始找下一份工作 但勒奈特可不想就此认输 为了保住丈夫的饭碗 他决定威胁老板自己也要辞职 可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人同时失业 更何况汤姆不想在妻子的保护下生活 想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他独自一人去找埃德谈话 谁也没想到 他此番前去不仅没有改变老板的想法 反而直接给了对方一个开除他的理由 事后 勒奈特去老板办公室送文件 但他并不想为丈夫的行为道歉 原本就是埃德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问题 还要让不相干的人背锅 所以即便是汤姆动的手 也是对方就由自取 可埃德认为 一个人在对别人的婚姻评投论足前 应该先管好自家的乱务 因为他请的法务会计 不仅查出汤姆的报销账单有问题 还额外发现了其他东西 报销单中显示 汤姆三次到东部出差时 中途都转机去了亚特兰大 最重要的是 除了酒店的报销单 还有两张电影票和一束花 听到这里 勒奈特虽然心里打鼓 但他绝不相信丈夫会背叛自己 可没过多久 汤姆竟说自己要和老同学聚会 而地点仍是在亚特兰大 这下勒奈特再也无法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 忍不住向丈夫提出关于报销单的问题 汤姆表现得很淡定 他说自己是去办公室 想要在那边朋友的公司 谋一个高层的职务 至于电影票和鲜花 是他为朋友的妻子订的 这个解释看起来还算合理 为了保证自己说的话都是真的 他直接拿出那家公司老总的名片 要妻子当面打电话确认 当然勒奈特并没有真的打电话 既然丈夫都这么说了 一切似乎没什么可疑的 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底 可这件事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 相爱十年的丈夫竟然真的出轨了 那一刻女人独自坐在车里 心如死灰 几天后男人出差回来 可发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邻居告诉他 妻子已经得知他出轨的事情 于是带着行李和孩子们一起离开了 这下汤姆傻眼了 奋力隐瞒的事情终究还是暴露了 勒奈特正和孩子们躲在一处休闲场所 尽管儿子一直追问爸爸的事情 但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丈夫 只是一个女人同时带四个娃并不容易 此时他们本该离开了 但波特却还想去楼下泳池游泳 看妈妈不同意 倔强的男孩直接跑向阳台 打算来个高空跳水 这可把勒奈特吓坏了 本想把儿子哄下来 谁知波特没有抓紧栏杆 竟然掉了下去 汤姆接到妻子的电话后 火速赶到医院 能再次见到孩子们 让她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可现在最迫切要做的事情 就是向妻子解释清楚 事实上她并没有出轨 那个女人是游轮上的一个巫女 十二年前 两人曾有过一次亲密互动 后来再无联系 而在那个时候 她还没有遇到现在的妻子 出轨和私生女哪个更糟糕一点呢 勒奈特一时想不清楚 但心中的愤怒 却像火山一样瞬间爆发 汤姆说自己近两年 才知道孩子的事情 一直来回跑 只是在做亲子见地 事实证明 孩子确实是她的 虽然现在的情况 仍然很糟糕 但至少确定丈夫 没有背叛自己 这多少给了勒奈特一丝安慰 此时 波特摔断的胳膊 也处理好了 孩子们询问 可以回家了吗 她看着四个可爱的孩子 心中的怨气也消了一半 当初他们的 第四个孩子出生时 勒奈特曾让丈夫发誓 这将是他们的 最后一个孩子 但今天夫妻俩 却要迎来第五个 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两口子在家门口等了半天 可最后等来的 只有女孩的母亲 诺拉这次一个人来 是想要先和对方 谈谈条件 毕竟她独自养大了女儿 现在 是时候收回一些抚养费了 可汤姆有四个孩子要养 而且她已经失业了 很长时间 如果按要求拿出这些钱 他们就会彻底破产 即便如此 欠下的债还是要还的 经过深思熟虑 勒奈特决定 动用他们的养老金 她很清楚 要想诺拉放弃 索要巨额的抚养费 除非能一次性 给对方一大笔钱 否则一旦闹上法庭 那么他们就必须 一次性支付 所有的抚养费 到时候说不定 连房子都保 孰亲孰众一目了然 如果花三万美金 能摆脱那个女人的纠缠 那么这笔钱 就没有白花 但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诺拉虽然收到支票后 签了弃权书 但是却用那笔钱 在附近买了一套房子 以便他能随时 带着女儿过来团聚 简直不要太完美 然而从那一刻起 勒奈特就知道 他们家的好日子到头了 而事实也证明 他的担心是对的 这天全家要拍一张照片 寄给老同学 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 他特意邀请小女孩 作为家庭的一份子 参加合照 可没想到 诺拉竞也坐在了镜头里 这就触及到勒奈特的底线了 作为一个外人 隔三差五的来家 蹭个饭也就罢了 居然还想在他们的 全家福利插上一脚 貌似有点过分了 但即便知道这样不妥 汤姆还是不敢开口阻止 生怕对方一气之下 带走女儿 最终还是勒奈特开口 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果不其然 诺拉觉得既然 自己不被承认 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就代表女儿也不被承认 说完就要带女孩一起离开 这下汤姆着急了 转头看向妻子 没办法 勒奈特只能退而求其次 他打算把诺拉 放在边上的位置 到时候再抹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 每个人站好自己的位置 随着倒计时开始 突然诺拉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儿子在棒球方面毫无天赋 可妈妈却觉得多练习就好了 即便丈夫有不同的看法 他还是固执己见 比赛当天 男孩的表现糟糕极了 刚上场就三阵出局 爸爸忙去给儿子买冰激凌安慰 而妈妈则打听到一个消息 或许能帮儿子找回一些自信 接下来 他找到赛场上的投球手 试图用金钱贿赂对方给儿子放水 下好尼基最近手头有点紧 这送上门的钱 不拿白不拿 但拿了钱就要办事 下一场开始 他尽量把扔球的速度放慢 可对方的球迹实在太差了 一连两次都没有击中 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尼基把球速放到最低 好在这次没有失误 棒球成功撞上了球杆 勒奈特开心地欢呼起来 可下一秒 那颗球竟朝着男孩的头部飞去 几个工作人员连忙上前查看 其中一名老师在尼基的口袋里 发现了那张纸笔 紧接着 勒奈特就看到男孩伸出手指向自己 这下可糟糕了 此时不跑更该何时 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最终行贿者和受贿者双双被球队开除 只是可怜了对一切不知情的帕克 自从击中那一球后 他重新找到了自信 又开始对棒球感兴趣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即便自己练好了 也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勒奈特不希望自己的错误 让儿子来承担 于是他找到教练球情 只要再争取到一次上场的机会 以帕克的球技 肯定会搞砸比赛 到时候小朋友们就会嘲笑他 他自然就会主动放弃了 可教练坚持无规矩不成方圆 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 最终勒奈特还是为儿子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现在他们只要坐等对方失败就行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帕克竟再次击中了一球 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所有人都在欢呼 但他的父母却一脸担忧 就在这时 奔跑中的男孩两只脚搭了一下 瞬间摔倒在地 这个意外还真是来得及时 由于脚腕扭伤 帕克不得不退出接下来的比赛 虽然最后的结局不算太糟 可乐奈特对家人的控制欲是显而易见的 眼看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要花完了 可丈夫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太仇人了 这个周末 他决定放下一切 和朋友相约出去好好放松一下 却不想刚开始享受按摩 丈夫那边就出了状况 本来汤姆带着孩子们去露营 但他突然被痛发作 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即便吃了药也无济于事 这样一来 几个孩子就无人照看了 没办法 乐奈特只能终止享受 开车去露营地接回所有人 可这些其实也没什么 让他感到难受的是 丈夫的旧情人非要死皮赖脸地跟着一起去 八个小时的车程 两人吵了六个小时 诺拉习惯了我行我素 本想开窗把瓜子壳扔到窗外 却不想反被疯又吹回了车里 乐奈特自是少不了冷嘲热喉 说他是个需要吃药的疯子 谁知对方竞争的开始 这可把乐奈特吓坏了 忍不住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诺拉听完后很生气 一刻也不想待在车里 下车后 他气急败坏地随便上了一辆大货车 乐奈特想拦却拦不住 索性爱砸砸地吧 反正都是成年人 而接下来的路程就相对轻松多了 一边听歌一边吃汉堡 简直不要太自在 可开着开着 他就在路边发现了诺拉的声音 经过之前的吵闹 两人已经没有多少精力了 诺拉说汤姆之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 是因为他恨广告恨到了骨子里 巴不得搞砸所有的面试 这些话并不是他信口胡说 而是亲耳听到的 乐奈特有些吃惊 丈夫从未对自己说起过这些事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对方和他一样喜欢广告事业 在回程的路上 汤姆的背痛稍有好转 本以为又要和妻子吵架了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主动建议他应该尝试其他的职业 去做想做的事情 对此他很感激 但说着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也许是刻在骨子里的强势 乐奈特还是有意无意地干涉丈夫的选择 就像干涉儿子打球的事情那样 当他察觉到丈夫的不满后 忙保证无论对方的选择是什么 都会无条件支持 在那之后 汤姆想了很长时间 终于有一天 他想到自己要做什么了 我会开了一个饱饰库库 妻子直接泼她冷水 要知道90%的创业者 最后的下场都很惨 可像每一个首次创业的热血青年一样 男人坚信自己属于那10%的成功者 对于该怎么处理丈夫的心血来潮 女人心中很是纠结 朋友告诉他不能直接反对 否则就是把丈夫远远地推开 同时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因为在男人的本性中 从不会主动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有多不靠谱 此来想去 乐奈特决定委婉地向丈夫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先他表示很赞赏披萨店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宴会承包 等到客源稳定 资金充足 再慢慢扩大营业到披萨上 这样的话 五年之后 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开一家披萨店了 不得不说 这个规划非常稳妥 可问题是 这并不是汤姆最初的梦想 勒奈特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他不想让丈夫拿全家的积蓄去冒险 面对一边说支持 一边又坚信他会失败的妻子 汤姆一句话都不想多听 而实际上 还是有一个人看好他的 诺拉对汤姆做披萨的手艺大家赞赏 还鼓励他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能让勒奈特决定一切 这些话对汤姆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信心再次被点燃 却不知诺拉这么做自有他的目的 在那之后 汤姆继续推进他的计划 并很快拿下了一个位置极佳的空店铺 只是当勒奈特看到里面的实际情况时 顿时傻了眼 这简直是个垃圾场 和灾后现场一个样 甚至还有老鼠在地板上爬行 而在汤姆看来 这些都不是问题 只要到时候好好装修一下 然后摆上漂亮的餐桌板凳就可以了 他已经规划好了一切 到了这个时候 勒奈特才终于得知 丈夫害怕自己不同意 已经私下和房东签过租约了 他生气极了 好在现在想补救还来得及 只要立马转租出去 就不会有多大损失 可这次汤姆是下定了决心的 妻子暂时不支持又怎样 只要到时候自己成功了 对方自然无话可说 两人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汤姆并没有回家 勒奈特告诉孩子们 爸爸需要想明白一些事情 所以今晚住在披萨店 谁知这些话被凯拉听得一亲二主 他忙打电话给妈妈 披萨店里 汤姆正独自一人卖力地刷着地板 就在这时 一位光鲜亮丽的女人走了进来 诺拉带来了食物和美酒 本是要安慰一下受伤的男人 却不自觉地开启了勾引模式 还好对方及时清醒了过来 女人不自知地还想进去 我爱妻子 你意思是你觉得你失败 而此时的勒奈特 正和几个好闺蜜 坐在门廊前喝酒聊天 几个人各有各的烦恼 不知不觉地越喝越嗨 聊着聊着 勒奈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 他嘴上说支持丈夫做喜欢的事情 但实际上 三个不如意的女人一直喝到很晚才离开 但是酒瓶子 勒奈特就收拾了一大袋子 就在这时 汤姆回来了 他说自己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没有什么比妻子更重要 而勒奈特却觉得该道歉的应该是自己 好妻子会帮丈夫一起实现梦想 而不是一味地打击对方 话都说开后 两人重归于好 接下来 夫妻俩会一起把披萨店开起来并经营好 只是当勒奈特得知披萨店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后 某个动了歪心思的女人怕是要遭殃了